今天呢 咱们一起绝过一个下酒下饭都非常不错的家常菜 自然香菇 新鲜的香菇买回家以后呢 咱们给它洗干净的 然后呢掰去根部 接着呢 可以像这样的给它抹刀啊 片成薄片 碰着比较大的香菇啊 可以从中间断一刀再片 锅中烧水 咱们把片好的香菇啊 给它下入锅中 打个水槽以后呢 从锅中倒出 然后呢 拿清水投凉以后钻干水分 接着呢 给它装入盆中 向盆中加入一点盐 找个底口 然后给它抓过晕乎的 接着呢 少量多次的向盆中加入干的土豆淀粉 咱们呢 给它抖一个干粉糊 一直呢 就在盆中给它抖到像这样的事的 随后呢 重新起锅 向锅中加入少许底油 咱们等到油温七成热的时候啊 把香菇下入锅中 认不准油温的呢 可以扔一个下去做实验 它反应呢 就是这样的事的时候 咱们把其余的香菇啊 全部给它下进锅 这个时候呢 因为是干粉糊 不用担心它粘在一起 在锅中呢 给它炸个十秒二十秒的定定型 然后呢 咱们拿小蜜啊 给它磕了散 整个过程中保持出油温 一直呢 给它炸到像这样的 外表干香酥脆 然后呢 咱们从锅中给它倒出控油 重新起锅 向锅中加入少许底油 咱们呢 向锅中再加入一点干的辣椒丝或者辣椒段 在锅中呢 小火慢慢变香 再加入一点孜然地下锅炒香 然后呢 咱们把炸好的香菇下入锅中 简单的翻个三五下 随后呢 咱们向锅中加入少许麻辣鲜调味儿 这个时候呢 愿意吃的可以少放一点洋葱丝 在锅中呢 翻炒均匀 最后呢 向锅中加入一点熟芝麻和香菜段 使出你的小旋风勺 在锅中呢 给它快速地翻炒均匀 就可以直接出锅装盘 这样子的呢 一份干香酥脆的孜然香菇制作完成 咱们这个时候呢 长成一口 这小味儿 那是相当地挖赛啊 好呀 前一杯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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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